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重点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金融资产的分类 第二个是金融负债的分类 有关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我们翻到第四节后面给大家再讲解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面主要是讲两个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金融资产的分类 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对金融资产进行一个合理的分类 从这句话里面讲了两点 企业的在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时 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资产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 那如何理解这两个方面 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所讲的内容 另外注意 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就一般情况下 不能变更的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那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关于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这个到后面再说 那下面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如何理解企业在对金融资产分类时 所考虑的两个方面 先看第一个方面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什么叫业务模式呢 首先做个解释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它是指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 以产生现金流量 也就是说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对持有的金融资产 未来它的现金流量 我怎么去进行管理 那这个呢 主要从三个方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公司以100万元的价格 购买面值100万元的五年期 分期负息到期还本的债券 假定票面利率为5% 这是一个面值购买的 这么一个分期负息的债券 它的现金流量 下面画了一个图表 今天我们需要流出100万元 然后在未来期间 如果一直持有到最后五年期 每年末给我们5%的利息 每年5万 然后最后一年 还本100万加上利息 5105万 假如假公司取得 这么一个金融资产以后 它就要考虑 我怎么样去控制 管理这个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管理基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具体来说 有不同的方式 第一个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比如假公司持有这个债券 它的目的是有一笔闲置资金 预计五年以后 才需要动用这笔钱 那么我这笔钱放在银行里面 银行里面活期的 这个收益很低 因此呢 他去购买这个债券 反正我现在不急着要用这笔钱 那么购买以后 一直持有 一直到最后到期 一般情况下 我们持有到最后到期 这样呢 通过这种方式 来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给他所带来的现金流量 那就是每年年末 有一笔五万块钱的利息 然后到了最后 本金加利息收回来了 这就是 纯粹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这样一个方式 要管理金融资产 我不急着要这笔钱 我就持有它 一直到期 咱比方说 咱们家里也有可能这样 对你所持有的金融资产 进行理财 打比方说 你们家小孩 计划呢 五年以后出国 出国留学呢 需要一百万 那今天我就有这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 我就现在呢 把它规划好 将来五年以后要用 因此呢 我购买这个债券 比如国债 分钱小 到期还本 和最后一年的复习 每年年末 我可能还收到 五万块钱利息 是日常的一些开支 如果你是 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那么你的业务模式 那就称之为叫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就根据这个金融资产 自身的金融流量的 这种特征 然后你收取 它的金融流量 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来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反之 另外一种情况 有的企业不是这样 比如 家公司购买这个债券 他没有刚才的一想法 他买这个债券 他没有想着 我将来要获取多少利息 然后将来到期怎么样 我就是炒差价的 他是一个喜欢 做这个波动的 价格波动的 你波动的大 比如涨得很高了 他就抛掉 跌了很多 他就买进 不断的平房在里面操作 买进卖出 那就是以出售金融资产 他不是追求 我未来有多少利息 他追求的是 我的回报有多高 一般情况下 实物当中 摘取的波动的比较小 有一般的债券 波动比较小 但是有一类债券 那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他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有的企业呢 他购买这个债券 他比如他购买可转换公司债券 他就是喜欢炒一下差价 因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在交易市场上 二级市场上 有时候波动特别大 比如曾经有债券 面值100元 上市以后 一下子 一天就涨到130 甚至一个礼拜以后 翻倍 涨到200 这个波动很大 也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从380元的价格 一下就跌到多少呢 190了 你100万进去 一下就亏了一半 一天啊 一天就亏了一半 因为债券它不像股票 我们国家这个A股啊 交易的股票呢 还有展贴停把 债券的交易 它没有展贴停把 它只有临时停牌 临时停牌时间到了以后 还是可以交易的 暴涨暴跌 所以有的人呢 他喜欢玩这个 比较刺激 他取得这个债券以后 他没有想后来 我要获取利息了 要到期收回本金 他觉得那也太保守了 所以他就 平凡的炒这个差价 这就是第二种管理金融资产模式 债券还是这个债券 但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想法 或者说企业的经济业务 决定了这个企业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类人 第三种管理模式 两者兼而有之 什么意思呢 我买这个债券 如果不需要钱 我就一直拿着 每年给我5%利息 比银行好多了 但是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可以把债券卖出 那么就相对来讲 比较灵活 一方面我不要钱 我就放在那儿呗 每年都不都有利息吗 那如果要钱的时候 我没有说不卖 我也可以出售 但这种频率呢 比刚才要小得多 出售金融资产 这个频率很大的 平凡的买卖 买进买出 他没有考虑将来这个现金流量 我这个一百万 未来派什么用产 他没有这样想法 他就是纯粹炒这个差价的 获取更大的回报 当然面临的风险也很大 这就是不同的管理模式 好了 这样一讲呢 我们给大家归纳一下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我取得该金融资产 比如刚才举的例子债券 我就是打算持有到最后到期 我稳淡淡的收到利息 到期收回本金 我把它称为叫坦平 买好就放那 不用操心了 尤其是国债 可能分线比较小一些 就像存银行一样 但是我比银行 存在银行的利息还要高 如果是企业是以这样一种想法 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以实现这样一种方式的 金融资产的先进流量 收回来的 那就是第一种模式 想法 第二种模式 或者说先说第三种模式吧 就像刚才讲的 我不是追求那个5%的利息 我看不上 我就追求它的波动 波动幅度越大 而炒的空间越大 炒作的差价越大 它就是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的 那就是第三种模式 称之为叫其他 那这个呢 是一般来讲 我把它称为叫不安分的 喜欢折腾的人 他不像上面第一类人 躺平的 他喜欢折腾 这个刺激 有差价 那么 反过来说 第二类 两者皆而有之 我一方面 在不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持有这个先进流量 持有这个债券 收取它的先进流量 利息 拿利息 倒计拿本金 当然也不 我也不排除 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把它出售 所以它是以 既以收取合同 千金流量 又以出售金融资产 为目标的 双重目标 所以这类人呢 我觉得它灵活 两者 进而有之 那么这就是 企业在管理金融资产 的时候 主要分成这么三种模式 好了 这是第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 企业在对金融资产 进行分类时 首先你要考虑 主观上 是以什么样的模式 来进行管理的 接下来 我们一个一个 给大家展开 第一个 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 在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的 业务模式下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 主要目的在于什么呢 通过在金融资产 程序期内 收取合同的付款 来实现的现金流量 而不是通过 它的持有并出售 产生整理回报 不像刚才所说的 炒差价 喜欢那个波动很大的 它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文文旦旦的 我就是持有这个金融资产 在整个层序期内 多少利息 到期多少本金 我收回来就可以了 包括像营收账款也是 企业今天奢销商品 给买方提供了 180天的信用期 那么180天到了 我收回这笔现金流量 说明它也是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 它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下面呢 就这个问题 再深入下去 具体的分析一下 第一点 在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的优母事项 金融资产的信用质量 影响着企业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能力 什么叫信用质量呢 那就是对方的信用风险 债务人的信用风险 一般来讲 我们这都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 它的信用质量就影响到我的收线的能力 它万一破产了 那我这笔钱就拿不到 那么企业为了减少因信用恶化 所导致的潜在信用风险 而对这个金融资产进行的一个风险管理 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债券 本来是五年期的 我打算持有到期 然后平时分期付息收回利息 到期收回本金 但是突然在第三年的时候 对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债务人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那么作为投资方 持有金融资产这一方 一看形势不对 赶紧把这个债券给出售 比如面值100元 跌破面值了90了 甚至80元了 赶紧出售 并没有持有到期了 那么请大家注意 这个并不违背 它当初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业务模式 并不矛盾的 所以即使企业在金融资产的 信用风险增加时 为了减少信用损失 而将该金融资产出售了 这个出售 提前出售 并不违背 当初这个企业 确定的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你不能很矮板的说 我当初确定好了 收取现金流量 到期才收回本金 等你还没到期 人家已经破产了 你的债券已经没有了 不能那样矮板 这个时候 这种突发的情况发生 而提前控制这个风险 从而提前处置了这个金融资产 把这个债券给出售了 这个不矛盾 好 这是第一点 下面举个例子 假公司持有一项 具有较高信用质量 比如3A级的债券投资组合 其预期将收取该债券组合 相应的合同监金流量 这当初是这么想法的 同时 它有规定 但是 按照假公司 极定的对外投资管理政策 如果该债券组合当中的 某债券的评级 跌至特定水平 比如我定下来 BG以下 企业它的公营价值 跌破面值70%以下了 面值100元 已经跌破70元了 然后假公司 从风险控制角度 赶紧将这个债券预出售 这是可以的 并不违背当初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的业务管理业务模式 下面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 假公司的业务模式 虽然是要求债券组合 在特定出发事件 发生时予以出售 比如刚才讲到 对方破产了 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了 这就是特定的出发事件 这种事件是一般来讲 不是普遍的 是偶然性的 很少发生的 但假公司将该业务 视为持有资产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仍然是恰当的 是合适的 原因在于 出售该债券组合中的 某个债券 它不会经常发生 它只是在特定债券的 信用质量发生 重大恶化的情况下 为了止损 才会发生 所以它不影响 当初 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的这样一种 业务管理模式 不违背 这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不能因为某一道题目 告诉我这家公司提前 因为这个信用风险恶化 所以提前出售了 所以我们认定 它不属于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 不能这样 下结论的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企业在金融资产 到今日前 出售金融资产 我们前面说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 一般情况下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持有到期了 但是在实物当中 我们有可能提前出售了 那算不算呢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即使与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无关 也就是说 即使不是刚才所讲的 那种突发事件 导致提前出售 那么在出售时 它只是偶然发生 也很少发生的 就这个意思 即使金额大 但它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那没问题 不影响 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 反过来 频繁发生 但是金额不大 那也不要紧 那么它的业务模式 仍然有可能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好 这是一种情况 到期前出售 可以 也可以 但是要求 条件是 一种情况是 很少发生 偶然发生的 但是 虽然是金额比较大 反过来说 另外一种情况 虽然 频繁发生 但是金额比较小 那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所以 仍然都是 以 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 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临近到期了 提前出售了 快到期了 比如 五年期的 就剩最后三个月了 现在要钱用了 那么 我企业将其对外出售 提前 三个月出售了 关键是 我出售所得 基本上接近 带收取的 合同现金流量 因为最后来几个月了 这个差别不是太大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同样 都是以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不是我影响 好 那这些讲完以后呢 我们给大家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以公司为 加强流动性管理 时有某 短期债券组合 单组合中的 某支债券到期时 回收的金额 再投资 另外的债券 短期债券 一是利益最大化 且确保能够在 取得预算类 经营或资本支出 对资金的需要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有一个债券组合 可能有ABC 不同的债券 都是短期的 然后某个债券 比如一年期的到期了 到期了呢 我再去购买 另外的债券 又有新发行的债券 我再去购买 以时利益最大化 同时确保能够取得 我在预算类的经营 或者资本支出 对资金的需要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 你们家孩子 计划五年以后出国 那我现在 购买这个五年期的债券 就是一个预算类的经营 或者说叫资本支出 比如说我打算几年以后买房子 那叫资本支出了 规划好 但是呢 要注意 如果需要 发生预算外支出 什么叫预算外 刚才说正常的预算类的 预算外就是超出我的预算范围的 比如企业市场的变化 有一个非常好的 并购机会 我要收购某一家公司的股权 我要进行并购 但需要这笔资金 那我赶紧提前处置 或者说政府的监管 一些新的政策出来了 那么企业可能需要 出售一些债券 比如像2008年 当时发生全球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 作为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 它当时就持有 美国反地美 反利美两盘债券 因为这个金融危机 那就像前面刚才所讲的 信用风险的问题 反地美反利美两盘 美国的两盘债券价格不断下跌 那赶紧出售啊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呢 因为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银监会 或者说央行 一些新的政策 我记得中国银行当时 将其持有的一些国债 提前出售 在短期债券到期前出售了 这个并不违背 因为当初 它是持有这个 准备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作为它的目标 来进行管理的 下面看一下分析 以公司的目标是持有短期债券至到期的 正常情况是持有到期的 以满足预算类事项的现金需求 比如我一年以后 我们公司要去购买设备 所以我现在这笔钱呢 我就购买了一年期的债券 这样配置起来 满足预算类的需求 管理层确定其业务模式 是持有这个短期债券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至于到期前可能发生的处置行为 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况 是偶然发生的 很少见的 那这个并不影响 它的业务模式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那么讲到这儿 把刚才那种归纳一下 因为这些呢 应该说要考得深入一些了 给我们出一道题 提前出售了 让我们的判断 它是否属于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这样一种业务模式来进行管理的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给大家归纳一下 第一 由于信用风险增加了 企业为了减少性损失 而提前将这个金融资产出售 并不违背 当初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进行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不受影响 第二 就是刚才所说的 到期前出售了 到期日前出售 如果只是偶然发生 虽然金额很大 或者反过来说 虽然频繁发生 但是金额很小 都没关系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临近到期的时候出售 关键是 出售所得 几乎接近于 收取的剩余的现金流量 那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张表呢 注意一下 有的题目考得深入一些 就考到这一块来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多一点 要注意 关于金融工具这一张 从2018年教材增加 新增内容 到今天 也已经好几年了 18 19 2021 四年过去了 那我们的题目 表面上考的东西 该考的都考了 就是难度不大的地方 该考的都考了一些 那么 后期的考题 有可能会 逐渐会 深入下去 加大它的难度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也给大家 更高的要求 深入到 里面 深层次的 去掌握这些细节问题 好 这是讲了一下 第一个方面 企业是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这样一种 业务模式 管理金融资产 下面呢 再看 第二类目标 双出目标 既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 又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 在这个模式下 企业管理层 他认为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和出售金融资产 这两个目标 都是不可或缺的 都要兼顾的 比如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目标 根据业务的要求 他怎么想的呢 一方面 我要考虑 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资金的流动性的需求 我要钱了 那我就要动用它 你如果说 这笔钱 购买五年期的债券就不能到 那我的流动性 受到影响 同时呢 有了流动性 可能你的收益率会下降 我放在银行里面 大家想 随时要 随时取 那流动性很强的 但是你的收益率会下降 你们学财务成本管理会讲到这个问题 流动性 大 收益率会低 风险 小 是不是 反而来说 有的资产 流动性差 收益要高 但风险也大 有三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企业呢 既要兼顾 我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资金的流动性的需求 同时呢 我也考虑 维持一定的收益率 所以我购买国债 可以提前 可以二级市场 可以交易的 一方面 我能解决我的资金的流动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 我也能获得高于银行的收益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债券 涨得比较高了 我也可以出售 但它不像 我们刚才前面 举过例子 平方的炒差价 这个不大会的 但它有可能会这样操作的 因为它要考虑它的收益率 所以 这是一种 既以收取合同经济流量 又以出售金融资产 双处目标来管理金融资产的 那么这个讲完以后 与前面刚才第一种业务模式相比较 这类模式 它的出售 频率更高 价值更大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类 一般情况下是不出售的 就是前面所说的 即使出售 它也是偶然发生的 虽然金额大 它是偶然性 很少发生的 不影响 或者反过来说 频繁发生 但金额不大 那也不要紧 现在不一样 频率可能要高一些 我们前面讲第一种模式 一般情况下 可能一直持有到期都没有出售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是灵活性的 需要钱我可以卖出 如果有资金 它又可以再买进 有闲置资金在那 但它不会平凡的买卖 所以跟这个频率 你要区分开 它的频率是跟前面相比的 可能在持有期间 有那么几次 同时它价值也很大 因为它这里面要考虑资金的 收益率的问题 这就是第二种模式 下面举个例子 秉公司预计 未来三年内 存在资本性支出 比如要购买一套设备 为此呢 它将暂时闲置的资金 分散投资于短期 和长期的金融资产 以便于在发生资本性支出时 拥有可用资金 其中较大比例的投资 是合同程序期 都是超过三年的 而我们需求 这个计划预算内 是在三年之内的 那么我们现在 时间越长 这里面有一点 请大家注意 这金融方面的内容了 或者说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能感受到的 三年期的存款利率 一定比 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 要高一些是不是 实现场面收益要大一些 那么我们这块也是 这个企业呢 从收益的角度呢 它购买一些合同 程序期都超过三年的债券 那没关系 如果我在三年内 后来计划发生改变 没有 不需要这笔钱 那我就一直持有 如果需要这笔钱 哪怕没有到期 那我可以出售吗 从而获取它的现金流量 同时另一方面 请注意 并且丙公司还考虑 从市场的机会角度考虑 一旦有这个价格 债券呢 离谱了 涨得离谱了 有时候 有市场的不同的因素影响 导致价格与价值是偏离很大 那在价格远远高于它价值时 企业可以出售这金融市场 然后呢 把这个A金融市场出售 去买别的回报率更高的 那个价格很低 价格越低 回报率越高 这个价格 有的债券可能跌的价格低了 跌了很多 去购买另外一个 但它不会频繁的这样子 买进卖出的 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种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当天买进 当天卖出 我曾经也做过这个债券 今天买进 今天就可以卖出T加零的 那是平房的 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机会来了 操作一笔 丙公司对负责 这些投资的团队的考核 基于金融资产组合的 整体回报率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方面 我们要考虑资本性支出的需求 收取合同监金流量 同时另一方面 我们还追求它的回报 有机会 买进这个价格远远低于价值的 或者说 卖出价格远远高于它价值的 金融资产 获取一个更高的回报率 所以这是比较灵活的 一种管理金融资产的 方式 那么下面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丙公司是在持续的基础上 一直持有它 决定是通过收取合同监金流量 还是出售金融资产来增加组合的 预期回报 直到资本性支出需要发生资金的时候 所以一方面 维持资金的流动性 另外一方面又考虑它的收益率 由此判断 以秉公司的业务模式 既收取合同先进度量 又出售金融资产 两者 进而有之 实现它的目标 讲完这个 下面看第三个 就比较好理解了 其他业务模式 那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既不是前面第一种目标 也不是第二种模式 那就是其他模式 其他模式 最典型的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纯粹 就是以出售为目标 我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差价 更高的是回报 比如 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交信的 什么叫交信的 我们有的 证券分析师 在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的比较五文兜兜的 最近这段时间 市场大的机会没有 交信机会还是有的 什么叫交信机会 就是朝着差价 还是可以的 大的 也没有 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但是呢 每天朝点小差价 这就叫交易性 短期的收益 获取一个短期的更高的收益 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 基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做出决策 企业在对金融资产 进行管理时 是按照它的公允价值来评判 比如像基金公司 它的金融资产 逐日定市 每天根据它的 公允价值来计算的 来进行管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在管理金融资产目标 那就是纯粹是以出售金融资产 来实现它的金融资产 那就是属于第三种模式 其他模式 好 这是给大家展开了一下 如何理解这三种业务模式 就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刚才讲的这个其他模式 丁公司 丁公司管理一项投资组合 以公允价值进行业绩考核 你看 丁公司对公司的这个投资部 我考核指标 就看你的净值高低 与上一年相比 你的净值会增长多少 那这个增长多少 就是你的收益率的高低 并基于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进行投资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导致 这个公司的投资部 会频繁的买进卖出 获取更高的回报 因此 这家公司管理这个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那就是其他模式 或者说 说白了就是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 这给大家也有分析 本例中 该项投资组额是在公允价值基础上 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的 所以丁公司 它所关注的重点是 公允价值的高低 而不是说 我持有这个金融资产 将来收到多少金融流量 也不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 两者兼而幼稚 它就是唯一的目标 出售金融资产 所以它是其他业务模式 好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企业在对金融资产分类时 第一个要求 那就看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以什么为目标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 下面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二个方面 还要看什么呢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我把第一个理解为是主观上 就是说对于客观上 这么一个金融资产摆在这 我取得以后 我有什么想法 来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就是刚才所说的三种业务模式 我把那个问题理解为是主观上 因为主观上想法不一样 我管理的模式就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 我把它理解为是客观上 就是金融资产自身 它具备什么样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所谓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它是指金融工具合同所约定 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征的现金流量属性 就是自身 它的属性 这比较抽象 给大家举个例子再说明一下 比如假公司购买一个债券 是分期付期到期还本的这么一个五年期债券 进行投资 我们先不管它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有三种 不同的想法 我管理的模式就不一样 那么它的将来的现金流量就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么对于这个债券本身来说 不管我的管理模式是什么 它本身是有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 什么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每年末 复息 到期还本 有这么一个现金流量的属性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该债券物资产所具有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这个说的还是比较抽象 因为我们书上就这样文字表达的 说白了 其实就是债权债务关系 有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合同约定 本金多少 每年付利息多少 这就是该金融资产自身的现金流量的属性 反过来说 股权投资 一般不存在什么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我在这写了一段文字参考 书上没有这样表达 先看债务工具投资 所谓债务工具投资 就是说我购买了一些债券 我以投资为例 购买了一些债券 那么对于我投资方来讲 叫债务工具投资 对于债务工具投资来讲 它本身就是有根据合同约定 本金多少 利率多少 按本金计算它的利息 每年付多少利息 到期还本金 那就是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反之 权益工具投资 什么叫权益工具投资 股权呗 我想问大家 你取得股权 或者说你购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 有没有通过这种金融工具的合同约定 每年要给我多少利息 或者说红利 将来要给我多少本金 没有这回事 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合同现金流量是什么 两个方面 第一 收取被投资当中未来的股利 确实有股利分配 但是这种股利 在投资合同当中会约定 每年多少固定的吗 确定吗 不确定的 上市公司有实现利润 有分 他就分给你 亏损团没有的分 他就不分给你 甚至我盈利的我也不分 所以那是不确定的 他不是通过合同来约定的这样一个属性 没有这个本金加利息的这种特征 另外第二方面 将来清算是获得剩余收益的权利 你持有这个股权 你是股东 将来这个公司清算 剩下的净资产是多少 按比例你享有多少权利 那这个剩余收益 它是确定合同上面会约定 像本金一样必须是多少吗 不一定的 可能比你的本金要高得多 比你当初投资的这个资本金高得多 也可能你的资本金会没了 所以权益工具投资 就不存在什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 所以我把这句话 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一块这个特征 通俗一点表达就是 双方具有债权债务的借贷关系 根据合同的约定 本金利息什么之类的 这样一个属性 属性就是它自身的这种特征 所以我把它称为叫客观的 刚才括号一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 有模式那是主观的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来管理这个金融资产的 那这个是客观的 就是金融资产自身 有没有这个特征 那就是债务工具投资 可能会有 股权于工具投资 它没有这个特征 因此下面一段文词 请大家注意 企业分类为 以汤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关于这个名词呢 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提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比如 企业购买了这个债券 比如 企业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它都是属于 汤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它就具有本金加利息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比如前面学的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 它就是本金加利息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本金多少 利息多少 这个金融工具合同上有约定的 第二 另外一类金融资产 以光云价值计量 切起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比如其他债权投资 它也是 本资产也是债权 所以 这类金融资产 它具有 本金加利息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也就是说 是符合 第二个标准的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是否具备 这些债权 债务关系的 是具备的 就像书上提到的 这类金融资产 它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应当与基本的借贷安排相一致 基本的借贷安排 你就理解为 这种债权 债务的关系 也就是说 相关金融资产 在特定日期产生的 现金流量 仅仅是 按合同约定 本金 以及 未偿付本金 你还剩下多少 本金没有偿还 然后按照这个 本金为基础 算出来的利息 两部分 的支付 那么在表达的时候呢 这些文字表达的很长 所以我把它简化 几个字 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答题的 什么意思啊 题目给我们一段内容 让我们判断 该类金融资产 属于哪一类金融资产 哪一类金融资产 第一要判断刚才所讲的管理模式 管理的业务模式 第二就是该金融资产是否具备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是否符合 如果是 你就答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就可以了 如果说像刚才呀 写好多啊 或者像这一块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应当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然后或者说后面一句话 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为仅仅为对本金及未偿付本金为基础 而计算的利息的支付很长 太啰嗦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 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答题的时候这样来答就可以了 没关系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样的题目 会告诉大家怎么去答题 好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实际上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金融资产在分类时要同时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那就是主观上企业如何管理该金融资产 以什么样的目标来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有三种目标 第二那就看该金融资产是否具备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比如债务工具投资 像刚才提到的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及以公云价值计量 切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他们是具备的 而权益工具投资 比如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一种股权投资 它不具备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我们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重点就是掌握 金融资产在进行分类时 要从这两方面考虑 怎么考虑 我们下一节课给大家再解释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我们下节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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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